侯友宜的記者會回應 好像柯文哲這一系列 看到他們在講說什麼 要不要娶我啊 到底新郎是誰 新娘是誰 我都想要推薦他們 禮拜六的時候 在臺北市政府前面有一個充滿愛與和平的場合 二零二三年同志大遊行 其實他們都可以帶領他們的黨來參加 對不對 講到說結婚 不一定要新郎新娘 兩個新郎 兩個新娘也可以 對不對 不要這樣子為了這個吵得不可開交 其實最重要的 如果要用結婚做比喻 重點應該是雙方有沒有愛 感情基礎 那很可惜的是說 怎麼看到他們兩個 好像一點感情基礎都沒有的樣子 柯文哲很明顯看不起侯友宜 一下子就嗆說給你選你也不會贏 那一下子就嗆說輸的退出 意思就是我沒有要跟你配 所以侯友宜一邊在問說 到底新郎還新娘是不是我 但是其實你說真的 侯友宜難道就跟柯文哲真的很有感情基礎嗎 好像也是未必嘛 那既沒有感情基礎 何不雙方就講清楚 對不對 沒感情基礎應該是上分手擂台啊 怎麼沒感情基礎還在一直在討論說 哪天要走結婚紅台 你現在變兩性專家了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我就覺得他們這個比喻其實失當啦 看起來應該比較像合夥做生意對不對 一個要對方的名 要對方的商標 另外一個看上對方的資本 看上對方的錢 那只是說柯文哲他有名嘛 他有他的光環嘛 他號召得到年輕人嘛 他為了要看上這個國民黨的家大業大 他說你來投資我對不對 但是我不要給你佔大股喔 雖然錢都你出喔 但是大的股份要給我 那侯友宜國民黨當然不是笨蛋嘛 錢又我出啊 我又沒股份啊 那我投資你到底是要幹什麼 這兩個卡在這邊其實是因為利益都不容嘛 那現在問題來了 選民想看到這個嗎 選民想看到這個嗎 我那天看到他們兩個在講結婚的事 我心裡都在思考說 有多少人愛看這個畫面 我那時候蠻好的想我到底看了什麼 就是選民是想要看到 到底是端給選民的牛肉 還是兩邊在那邊切豬肉 這個是他們要去思考的問題啊 我經常講我上次在錄影的時候 這邊我們本節目也公開講啊 藍白河我給予祝福嘛 因為你們理念相同 你們有愛嘛 情投意合趕快召開記者會 柯侯趕快配一配之後 跟賴清德one on one 直球對決PK 我們才能討論國政的議題 才不會呢 現在的新聞竟然都停留在 柯文哲跟侯友宜要不要結婚 這個很奇怪的話題 我們就趕快讓他over 然後進入真正的國政對決 但現在如果沒有愛 你就講清楚嘛 兩邊好好的選也可以啊 可是現在好像沒有愛之後 還要在政黨協商啊 我就真的不知道到底是什麼力量 要讓兩個沒有愛的人 還硬要綁在一起要走紅毯 是不是背後有一個更大的沒人 那天朱立倫開記者會說 沒人坐在旁邊 我想他怎麼沒有點一顆字 朱立倫背後是不是 還有更大的一股力量說 不管怎麼樣你們要把他合起來 對不對 柯文哲你又看周家 又看郭家對不對 現在有人出來要叫郭家退出 要叫郭家搞定 你不要來亂 我要這兩個配 這兩個要結婚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台灣的選舉到底是台灣人民做主 還是外面有一股更大的力量 有一個更大的什麼爸爸媽媽 在逼婚在做主 我覺得這個問題 大家真的是要仔細思考清楚